周杰倫日前控告大陸音乐公司 该案在4月17日开庭审理 随即引发外界高度讨论 网友们纷纷猜测会打官司 应该是和周董的歌曲版权有关 但周董经纪公司则解释 之所以控告该音乐公司 是因为去年7月的一款网络游戏侵权 该游戏没有经过授权就使用周董的音乐 还推出活动赠送 周董演唱会门票 一次他们才会提告 没想要进入又传出周董再度火大 大动作提告4间食品公司 因为他的肖像权遭到侵犯 似乎是他的人像 被拿去应用在商品宣传上 才会让周董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 希望食品公司得到教训 而这一次的诉讼 将在5月25日开庭受理 消息一处也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